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收聽神中課 與見365位聖經名人 12月9日 今天的人物是提摩泰 意思是專敬神 提摩泰是來自路史德 父親是希里利人 母親是猶太人 他後來成為了基督徒 並由保羅親自培訓 他陪同保羅經歷了很多次宣教之旅 今天的內文講到 很多已經中年 或者過了中年這個階段的人 在指派年輕人 承擔重要的責任的時候 往往都猶豫不決 這個情形 無論在整個社會 以及教會之中都是這樣 他們強調經驗 和擁有良好的職效的重要性 但是 他們往往都忘記了自己 當初年輕的時候 是怎樣被賦予重大的責任 人唯有透過參與工作的機會 並從中磨練自己的技能 才能夠獲得經驗 這一個就是提摩泰所面對的問題 他很年輕的時候 就被保羅發現並且培育 訓練他擔任領導的職務 但是提摩泰很擔心 很多人會嫌他太過年輕 導致他對未來深感恐懼 保羅認為提摩泰應該 為這些覺得他太年輕的負面言論 就停下來不敢前進 他寫道說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 總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 清潔上都作信套的榜樣 提摩泰前書四章十二節 年輕人應該有機會獲得經驗 然而這個應該是使他們 承擔了更大的責任 他們的言行舉止 必須成為同輩和年長者的榜樣 這個就是他們贏得周圍的人 信任的唯一途徑 我們一起祈禱吧 主呀,無論年齡和以前的經驗是怎樣 讓我們準備給大家一個具有挑戰性的機會 奉主耶穌基督明智祈求 阿門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 可以翻開聖經使徒行轉十六章一節 至二十章四節 和提摩泰前書、提摩泰後書 今天的神中科學講到這裡 歡迎下次再收聽 拜拜